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妻子去世不到两年 丈夫就换了新婚 可我却看到了爱情最好的样子 收到石磊的电子婚件 我哭了很久 小叶才走不到两年 我以为以他们的感情 不说石磊终身不娶 至少也会守丧三年吧 要知道我这辈子最多的眼泪 就是为他们的爱情而留的 小叶是我闺蜜 她在五年前查出乳腺癌 而且还是此类癌症里最严重的三阴性 她才二十八岁 消息传来我们都傻了 倒是她的新婚丈夫石磊 在一个星期内办了两件大事 辞职卖掉房子 从此每天二十四小时贴身陪护 夫妻本是同龄鸟 可是大难来临 石磊所做的一切 让我们这些亲友感叹不已 小叶手术后 石磊白天晚上陪护 把小叶交给谁她都不放心 晚上她怕睡熟了 小叶有什么动静听不见 就把自己的一只手和小叶的拴在一起 这样小叶稍微一动她就醒了 经过化疗 小叶的头发全掉光了 石磊也贴了个光头 为了逗小叶开心 她在家里穿着小叶的裙子 边唱边跳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小叶把这段视频发给我时 我和老公许言都看哭了 北方的冬天漫长枯黄 而小叶的身体又不能远足 于是石磊在租来的房子里 充满了绿植 她在网上搜索各种养护经验 呵护着一世的绿意盎然 有一天 细心的小叶发现 那盆鸟巢绝不见了 她问石磊 石磊只好从邻居家领了回来 原来鸟巢绝 感染了碳居病 她不想让小叶看到她哭黄的样子 她只要她的世界满眼心绿 目光所及及时生机 又如切除半年后 小叶在石磊的照顾下 自觉恢复良好 石磊也开始找工作 他们开始制定人生的第二个规划 生一个小宝宝 可是小叶却在复查中 发现左乳也有了癌细胞 医生建议尽快做左乳切除术 小叶打电话跟我说这个消息时 就像说她手切菜瘦了个小伤一般 云淡风轻 都切了 多对称 石磊说 我们终于可以平胸而论 称兄道弟了 电话里是小叶爽朗的笑声 那个从前穿高跟鞋磨出个水泡 都要求安慰的小女生不见了 因为爱 她变得无所畏惧 甚至都能拿这么凶险的疾病开玩笑 这样的小叶和石磊令人叹服 患难见真情 他们就是我身边最活生生的例子 让我没理由 没资格再说什么不相信爱情 小叶手术那天 我们几个好友都在医院陪着 前一秒 石磊还跟小叶各种开玩笑 讲段子 小叶是笑着被推进手术室的 可后一秒 石磊跑到楼梯间 放声痛哭 她以前脸上起个痘痘 都得发个朋友圈 可现在 做了两场手术 却一次都没喊疼 一米八二的石磊 哭得服都服不起来 那些日子 我们眼见他一顿吃三碗米饭 他说 我必须好好的 我挺住了 才能把小叶照顾好 没见过那么欣喜如发的男人 小叶有轻微洁癖 他就每天 给他换从家里带来的床单枕套 小叶爱美 但医院要求必须穿病号服 他就每天给他换病号服里面的T 每天都换 他给术后的小叶买假发 买各种各样的帽子 他学化妆 每天早晨花半个小时 给小叶化妆 小叶说 这一生 被一个人这样爱过 无论什么时候离开 都值了 所有人都以为 以他们这样的深爱 奇迹必须发生 可是奇迹并不长眼 生活持续残酷 即便是全乳都切了 小叶的肺部还是出现了癌细胞 这一次连小叶自己都想到了放弃 可是 石磊却带他去了日本 哪怕有一线生机 也要万分努力 第一次用药后 小叶肺部的癌细胞不见了 石磊欣喜若狂 他在朋友圈发了三个双手合十的表情 写下 谢天谢地 谢谢你 只有我们这些知情人明白 为了这一天 他到底付出了多少 然而好消息 只是昙花一现 小叶的癌细胞比爱更加顽固 日本医院的治疗方案 也开始无计可施 那天 我们在机场接他们回国 我们同样万念聚会 可是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小叶和石磊 却满面春风 小叶乐观地自嘲 以前 我光想着活得漂亮 但现在看来 死得漂亮也很重要 在场的我们 气不成声 在小叶生命最后的时光里 他活得无比充实 带着爸爸妈妈 去了他们心心念念的苏行 石磊每个周末 陪着他教孤儿院里的孩子画画 在征求石磊同意后 小叶签了遗体捐赠自愿书 他的身体已经千疮百孔 但他的内心 却前所未有的健康强壮 真爱 把他们的灵魂 带到了令我们仰望的高度 说实话 每次去陪小叶 看着他们夫妻笑谈生死 看着他望向孩子们 那平和有爱的目光 我和许言都会感慨 这一生 这样活过爱过 才不虚度 四个月后 小叶离开了我们 与最后的痛苦相比 我们都替他感到解脱 走了的人一了百了 留下的人 才可怜 宋别那天 石磊抓着火花工人的手 跪下来求他 不要带走小叶 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 真的有人眼睛里流出来的 不是泪 而是血 他倾家荡产 依然没能留住 生命中的罪爱 我们抱着他 劝慰他 说你已经尽力了 小叶这辈子有你 值了 可他哭着说 我怎么办 以后我怎么办 我的要求一点都不高 只想每次回到家里 喊一生老婆 就有人回应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老天连这点要求 都不能满足我 那样的石磊 令人心碎 情深不受 说的就是他和小叶 小叶走之前 曾对我说 有合适的人 记得想着我家石磊 他配得上好的人 好的感情 他应该幸福 我当时还哭着宽慰他 就你们家石磊 对你那么深情 这辈子还能跟谁心动 可是 小叶执拗的 要我答应他 那样情境之下的嘱托 我无法不答应 我本没想着 石磊会为小叶 从此终生不娶 但我无论如何 没想到 小叶才走了不到两年 他就要结婚了 一口恶气憋在我心里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我也想发个朋友圈 含沙摄影的 配上四个字 薄情寡义 可是那四个字 我写了删 删了写 最终没有发出去 我无法忘记 小叶生病期间 石磊的不离不弃 我甚至怀疑 他是不是患上了 什么创伤应激障碍 很快 我收到了几个 和小叶共同好友 发来的微信 我们曾经有多么感动 如今就有多么不挤和愤慨 甚至有人提出 婚礼现场 咱们拿着小叶的遗像去 天要下雨 丧偶的人要再婚 这本天经地义 可是 他可不可以再等等 整整一天 我心里无味杂陈 没有想好 如何回复石磊的情节 是痛骂 还是假意祝福 我最担心的还有 万一小叶爸妈 知道这件事 该有多难过 于是 等到周末 我和许妍 开车去了小叶老家 一想到小叶 已经不在人世 再想到石磊 马上就要和别人 新婚艳儿 我忧心忡忡 三个小时后 我们到了小叶爸妈 所在的县城 上落敲门 小叶爸妈 居然不在家 左等右等 直到晚上六点钟 才看见他们的身影 叔叔背着Sax 阿姨手里 居然拎着轮滑 这跟我半年前来 看他们的状态 完全不一样 看见我们 老两口特别高兴 急忙进屋 给我们做他们 拿手的炸浆面 吃晚饭 就在我和许颜 搜长瓜肚 也不知如何开口时 叔叔直接点题了 石磊要结婚的事 你们知道了吧 我眼睛一红 许颜支支吾吾 谁知 叔叔一边倒茶 一边说 他最先把这事 告诉我和你阿姨的 这是好事 我们都要支持 原来 石磊大年初一 来给叔叔阿姨拜年后 每隔几天 又来了一次 叔叔阿姨一看她 就是有心事 追问之下 石磊才坦白 她被一个 叫李欣的女孩 表白了 这个女孩当年 也在孤儿院做义工 她看到了石磊 与小叶神仙眷侣的样子 小叶去世后 石磊几乎每个周末 都来看望这些孩子们 就这样 李欣爱上了石磊 但石磊压根没那个心思 直到有一次 李欣公然向石磊施爱 她说 你是经历过死别的人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来日方长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也喜欢我 就别再犹豫 如果不喜欢 我也绝不再打扰 是那句 来日并不方长 把石磊的心 说活了 她想让自己好好活下去 也想给自己一次 依然可以幸福的机会 可是这一切 都来得太快了 爱情与非议 情深义重 和薄情寡义 石磊来和小叶父母商量 她以为 二老一定会很愤怒 无论如何 他们都是她 最不应该来求教的人 可她最在乎的 也是他们的想法 无论支持还是反对 她都要亲自来确认 只是没想到 小叶爸妈对她说的是 小叶生前 你已经做到了极致 给了她最好的爱和陪伴 现在 她也走了快两年了 如果你觉得 那个姑娘合适 我们坚决支持 如果小叶真的爱你 她也会比任何人 都希望你过得幸福 那是自小叶去世后 他们之间 最推心致富的一次谈话 叔叔阿姨 禁数了 石磊曾经对小叶的深情 他们第一次告诉石磊 小叶离开时说的话 爸妈 我这辈子虽然不长 但我很幸福 很满足 这句话 是他们失读之痛中 唯一的欣慰 从前他们在悲伤里 来不及表达 但那天 他们正是向石磊 说了谢谢 小叶在时 你人之意尽 他走了 你也要重振旗鼓 孩子 如果你这样的人 都不能得到幸福 那真的是老天无眼 咱们都是失去过至亲的人 所以根本不必在乎 别人怎么说 活明白 爱明白 才是对至亲最好的安慰 明白吗 那天 石磊与两个老人相拥而弃 是哭着离开的 只不过 这一次的眼泪 不仅仅是为逝者而流 更是对新生活达成一致后的 百感交集 本想得到一顿责骂的石磊 得到的 却是发自肺腑的支持与祝福 而他不知道的是 也是从那天开始 叔叔阿姨收起了小叶的遗像 走出了家门 那些他们说给石磊的话 也成了他们好好活下去的动力 生活必须得继续 那么悲伤是一天 快乐也是一天 劝为别人的话 自己也要相信和践行才对 之后 叔叔去公园学吹萨克斯 阿姨也开始学民族舞 他们以此来化解悲痛 刚开始很多人在他俩背后议论 说来道去也就一个意思 女儿都死了 还活得这么潇洒 要好的姐妹也提醒他 你就别跳了 别人会说闲话的 可阿姨直接对了回去 我要是天天以泪洗面 他们又会说我整天哭丧个脸晦气 我天天郁郁寡欢 重病缠身 他们谁能照顾我 我连最爱的女儿都没有了 难道连好好活着的权利 也没有了吗 外人只看到了 一对失毒的父母 活得春风拂面 谁能理解 这份没心没肺背后 需要怎样艰难的心理建设 同小叶相比 同那些疫情死去的人相比 咱们都是幸存者 如果不能活得通透明白 还在讨好那些低级舆论 听任别人说三道四 那不就白火了吗 叔叔阿姨的话 把我和许言都说得低下了头 我们何尝不是那些低级舆论的帮凶 这样的我 怎么配 让小叶的临终托付 叶深了 我和许言留宿在叔叔阿姨家 难以入眠 我拿出手机 给石磊回了信息 石磊 恭喜你 请一定要幸福 因为你配得上 许言则回了语音 哥们儿 结婚有啥需要帮忙的不 我和老婆要车出车 要人出人 石磊秒回我们三个拥抱 第二天离开时 我和许言却看望了小叶 小叶目前放着几束鲜花 有干枯的 也有还算新鲜的 我知道 那一定都是石磊送来的 我絮絮叨叨地告诉她 最近发生的一切 春意正浓 你要是在场 该有多好啊 小叶 我们失去了你 但我们对生命 更加地深情厚义 因为我们要为你 活出三生三世 就像你最后那条朋友圈所言 去光荣地受伤 去勇敢地痊愈 愿意这样期待我的生命 直到尽头 我愿意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人 逊于对人世的热爱之中 这句话当初我没看懂 但现在我懂了 我又做回了你的知己 这篇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一段好的婚姻 不只是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更是为了彼此 勇敢地前进 热烈地生活 因为你肩负着 两人分的梦想和希望 总有一个人 值得你为了他 活出更精彩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